然后咱们接着来说 在这个图当中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参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边缘的一个颜色 以及线宽 还有咱们这个透明程度 S表示着我们的一个圆圈 它这个大小 看一下吧 这是50 我也调成10 它是不是就会变小的 这里它就变小了吧 然后到时候大家自己指定 如果说需要的话 你可以指定这个参数 不需要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默认参数都是可以的 这是透明程度 这是线宽 这是边界的一个颜色 到处大家都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个选择 看一下你想要什么颜色 就可以去做这个什么颜色 然后咱们之前说过一个调色版 一个pillet 这个pillet你可以自己指定 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想指定 咱们不是有两个类别吗 一个是lunch 一个是danner 咱们画的是一个time 这里边的一个两种分布 那lunch和danner 你可以自己指定颜色 咱们在这里 可以把这个pillet 写成这样一个字典的形式 就是指定成一个 dictionary 然后里边我传进来 这个lunch 我一会让它等于什么颜色 danner 一会让它等于什么颜色 实际的在我画图的时候 我们的颜色 是在这样的一个 fidicrate当中 指定这样一个pillet 咱们调色版 等于我当前的一个dictionary 这里就是你要有几个类别 比如说lunch和danner 两个类别 你写两个颜色 三个类别 写三个颜色 多个类别 你就写多个颜色 然后再把你的一个字典 传给我的一个pillet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的一个颜色 实际的显示出来了 这块再加上一个标签像 就完事了 下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marker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个marker 就是你也可以指定好 当前的一个画对数据 它的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形状 咱们可以指定圆形 叉叉形 三角形 这个都是可以的 这里就是说指定了一个marker 在marker当中 我们可以去实际的去画出来 当前的一个形状 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这个跟之前也是类似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指定的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轴 我们来看 上面咱们就不说了 上面的操作都是类似的 这里就是说我们指定了一个style 用这个位置指定了一个style 在当前这个图当中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style 去画这个图 然后这点map 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画了 这样一个图 然后在这里 我们可以set一个exus的一个label exus的一个label 就是说咱们来看吧 这个东西写哪 这个东西是不是写在下面了 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一个轴 指定成它的一个名字 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是不是指定了一个total bios usus dollar 是不是我上面写的total biosus的一个dollar 然后它是跟我这个type字是 对好的 就是说在这里 我是先写了我的一个x轴 然后又写了我的一个y轴 把我的一个两个轴分别叫什么 它的名字写出来 在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注视像 你要说x轴你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y轴画出来的表达的又是一层什么的含义 你可以通过这个g g就是我们实力画出来的这个fitted grid 在这个fitted grid当中 我们不光可以进行一个map进行画图 我们可以set一下它的一个exus 就是轴 x轴和y轴 它的一个名字分别是什么 这个就是x轴的名字 这个就是y轴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不光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名字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轴的一个取值范围 比如说我在这个g.set里边 set里边我传进来两个值 一个是xtix 一个是ytix xtix的意思就是说 x轴上都有几个取值 我们来看 这里我写了一个10 30 50 那下面的一个取值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10 30 50 如果说你就是想要的自动取值 你不设置这个东西也可以的 但是你想按照自己的一个区间进行一个设置 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的一个数值写出来 它就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形式进行设置了 然后这个y2 60 我们来看这里也是一个2 60 在这里我们可以set一下它的一个x轴和y轴 它的一个取值范围 不管是取值范围 就是刻度的一个值 你都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在这个set当中 把我们这个xtix和ytix实际传件之后 它就会把我们的一个轴上的值进行一个改变 然后这个g它里边还可以设置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关于子图 每一个子图我们可以设置子图和子图之间的一个间隔 有一个w space还有一个h space 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它都是这个02 然后改成一个5 这改成一个5 咱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回子图之间的间隔数就变大了 所以说在这个h space当中 我们就可以设置两个 这是四个子图 每个子图之间的一个宽距 还有咱们的一个h距 这些距离我们也可以设置出来的 这个还是看大家喜好吧 如果说默认值觉得可以 咱们就用默认值 一般情况下 我是喜欢给它设置的比较小 就是这个w space还有h space 表达的就是子图之间的一个距离 下面我还注视起来了一个设置 下面这个设置就是说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光能调子图之间的间距 还能调一个整体 就是整体你往左右上下的一个偏移程度 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用不着 大家就是基本上不会去调这样一个偏移程度 如果说你非要去调这样一个偏移程度 你可以去把这个left right bottom top实际的指定出来 然后大家一试就知道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偏移的 然后在我的一个g当中 我也可以直接就是 咱们刚才不是去画 就是画这样的一个map图吗 然后在你画map图之前 你也可以指定当前的一个就是要画出来的图 它得就是画出来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图 比如说我现在想画出一个对图 就是paragrid的吗 那你可以先指定好它的一个是paragrid的 然后我再去在paragrid当中实际的进行一个画 这个就跟之前也是类似的 咱们现在可以画的是这样一个paragrid的 对于咱们的运营环数一集当中 两两边两之间 我也可以去画这样一个图出来的 下面一样吧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hist和一个skater 这个意思就是有这样一个对角线 我们在画这样一个paragrid的时候 可以指定你对角线上要画什么图 以及你非对角线上又要画什么图 这个可以通过一个g.map的一个对角线 和一个map非对角线上一个什么图 你都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个指定的 下面也是一个类色操作 只不过说在这里我们添加了一个区分的类别 在这里就是物种是一个类别 我们在这里加上了一个物种这个像 然后又把它用不同颜色进行了一个表示 跟之前都是一个类似的 在这里然后我们还可以画 比如说你想画一个paragrid当中 比如说你不想画 咱们现在是paragrid当中 在运营环数一集上有四个特征可选 但是你不想画四个特征的 你只想取其中的一部分 那你可以指定这样一个was 在这个was当中 你指定好你想取哪个特征 它的名字给它传进来 因为我们读件数据是一个dataframe 所以说你只需要指定好它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指定好这两个特征 那一会我画的就是当前这两个特征 它的一个paragrid的一个图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可以取咱们特征的一个子集 进行这样一个画图的 然后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指定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个调色板 调色板你也可以指定出来这样一些渐变色 我们来进行一个画图 比如说现在调色板 你可以指定一个风格 或者说指定一些颜色 在这颜色当中 我们就可以说现在这有size吗 size123456 你都可以用一个调色板来进行指定 我们来看我们选择的一个 就是分类的指标是size size当中有六个选 所以说你调色板当中 也可以拿出来六个调色板当中的值放进去 它就会按照你调色板的一个风格 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这个一个fittergrade进行一个画图 在fittergrade当中 我们是先把它的布局画好 以及一致后在这个图上会涉及到哪些内容 然后点map一下 实际的就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了 这就是sebron当中一个比较实用的函数 这个fittergrade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至于这是sebron当中的